去年度的海葵台风造成了受风风山春的强降雨 野稀式冲刷造成了土石流无法排出 为了让当地的居民免除后患 县议员林平阳特别到花园县政府社会处 以及水土保持署花园分署的人员 一起进行了会刊的工作 实地了解情况 以历后续经费编列进行互案的规划设计 去年的海葵台风造成受风风风山村三边路二段D号 金中段582-35D号野稀发生了土石流 堵塞了既有的土堆排水沟 为了解决民众的疑虑 县议员林平阳邀及相关单位进行实地的会刊 在我们受风风风山村三边路一带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一个严重 那平阳今天也邀请我们县府相关的单位 以及我们水保局一起来会同会看 这个野稀排水的一个问题 那这次海葵台风带来相当大的一个雨量 那也侵蚀这个雨水的问题 也侵蚀掉我们三边的这个野稀 相当相当的严重 那我们也责请我们 因为这次经费非常的庞大 也责请我们水保局 一定要重视我们地方的这个灾害 的一个附件问题 该地点的野稀目前是塞满了土石 当地居民表示 在历经的土石流的发生时 现在回想起来是相当的恐怖 那天晚上冲掉第二天早上一大早就回来 不能进来 这个泥巴差不多这么高 这两次了 已经两次了 第一次清是前半段没清清后半段 结果它水下来的时候 依然从那边过来 为了避免下次好大雨发生时 造成土石流的再次流窜至农田与民宅 危及到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水保署花莲管理处在会刊之后决议 将设计250米长的户岸 以及蓝沙坝 必顾将匡列500万元经费 进行规划发包施作 以解决民众在好大雨来临时的疑虑 记者凌桀 送风箱采访报道